1.笔画和线条 笔画是对文字而言的 文字是由笔画组成 到了书法中 这笔画就是线条 第十五课中 我举文真名写的四字为例 你看手腕多次来回 线条起伏 富有生命力 右面这个字 我把线条改成了平板的直线 结果整个字变得呆板了 这两个字笔画是一样的 效果不一样 在书法中 其作用的不是笔画 而是线条 这是真书初启时的写进 你可以看到 它的线条十分单调 举例来说 你注意看它的一横 这一横 就是尖锋起笔 写完了 一个纵端 千篇一律 说明 当时对线条的变化能力 还比较差 我来把写经中的这个一字 可王羲之蓝亭序一字 做比较 不言而喻 王羲之的动作比较多 写出来 效果比较好看 王羲之蓝亭序一共写了七个一字 从文字笔画的角度说 这七个字全部相同 但从书法线条的角度说 这七根线条全都不一样 再想成一层 这些线条之所以各有姿态 就是因为 每次所用的技法动作不同 简言字 语文老师叫你诗字 是教你写笔画 书法老师要你 把笔画变成艺术线条 一根线条 从头写到尾 称为一次运笔 第二 单一线条和复合线条 我在十八课中讲到 横竖撇纳 是汉字的四大基本笔画 六号方向恒 九号方向纳 八号方向竖 七号方向撇 还有一个点 出现频率 很高 但书法中的点 只是四大笔画的缩短 换句话说 只要会写横竖撇纳 点的问题 自然解决了 这些都是单一点化 在书法中 我们称它为单一线条 单一点化 合在一起 就产生了复合点化 如这一个 横竖勾 这是从写字的角度讲的 在书法中 我们把它看成一根 长线条 另有名字 勾弩式 就如 这一个 从 笔画角度讲 叫 横竖横勾 在书法上 是一根 复合线条 称为 被抛四 简言字 写字 是以笔画 为单位的 书法 是以线条 为单位的 复合线条 是单一线条的组合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 称之为 烈火式 烈火式 原来是两个人质的组合 后来右面这一个人质 做了变形 变成了 竖横 这样一来 烈火式 就是 撇 纳 竖 横 四大笔画的组合 但你注意 红色部分 原来 没有笔画 仅仅 仅仅因为 连写 而产生 书法中 称为 千代 或者 千丝 千代 不写 也不要紧 它可有 可无 所以叫 虚笔 但本来就有的笔画 你不能省略 那 是 实笔 所以 书法中的长线条 有时候 是由 实笔 和虚笔 所组成的 它和笔画 未必 是一一对应的 书法中 有些线条很长 在草书中 更有 一笔 写三四个字的情况 你看 传为 张旭的 古诗 试帖 青 鸟 像 三个字 就是一次过写的 顺便 顺便 提醒大家 写长线条 未必证明 这个人有本领 只证明他写的时候 心情比较 急促 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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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书法线条的背后 是文字的笔画 反应 文字笔画的 书法线条 这是 实笔 反应 笔画 连细的 书法线条 这是 须笔 须笔 有时 表现出来 有时 不表露在 纸上 线条 是 运笔的结果 什么是 书法中的 运笔呢 一次 完整的运笔 包括 三个部分 起笔 行笔 和收笔 从起笔到收笔 就产生 一根线条 反过来说 只要没有 收笔 这根线条 就没有结束 我先来说说 常见的线条 从起笔 到收笔 这是 一次运笔 结果 就是写出了 一根线条 这根线条 可能很简单 如一横 这是 单一线条 一次运笔 也可能很复杂 如 勾弩四 它是由 横 竖 和钩 三段线条 结合 组成的 但 它是连续写成的 像这样的线条 称之为 复合线条 有些线条 有些线条 比较特殊 举例来说 有些点 特别短 洗笔以后 几乎 没有行笔 马上就 收笔了 有时候 起笔 可以很长 你看 王熙字 蓝亭序 这个金字 中间的 一横 我们把它移出来 你可以看到 它的起笔 就相当长 临铁的时候 要看清楚 圆铁的 用笔 就拿这个字来说 右面 是传说 唐朝于是难临摹的 蓝亭序 你看 中间这一横 就没有临出 远样 这是传说 楚遂良的灵本 金字 中间这一横 也不大对 连最后 一个竖笔 也大走样 清代 乾隆皇帝 把鱼灵本 楚灵本 当宝贝 蓝亭八柱 就包括 这两种 现在你去北京 还可以见到 这是 元朝 招门戏 招门户 临本 金字的一横 他还写了 千丝 元朝 是没有的 这个人 这个人是 元末 鱼和 人称 灵铁好手 这个金字 好像跟元朝 相差很大 这是 现代 神隐 莫先生 灵本 金字 无比 都对不起来 但是不是 古人 都没有水平呢 不是 灵铁 钱 要看清楚 我们现在 可以把一个字 放大到 一堵墙 那么大 但古人 没有这条件 兰庭序 一个字 原来只有 手指甲 那么大 古人 连 放大镜 眼镜 都没有 刀剑 完全不同 他们有些人 连 兰庭序 神隆本 就是 左边 这一本 也没有 看见过 灵铁 是照 踏本 写的 这些 老祖宗 有一本 好踏本 已经不得了了 你看 这是 兰庭 定五本 踏本 箭头 所指的 就是这个 金字 所在 你 能 看清楚吗 迷腐说 实刻 不可学 但 自书 使人 克之 已废 己 输也 故 必须 争积 观之 乃得去 就算 你自己 写的 字 叫人 去 课 必定 会 走 样 所以 弥腐说 学书法 要研究 真机 这是 对的 但古代 哪里有 这条件呢 今天 故宫中的真机 已经大量印刷出版 你拿数码相机 一个字 拍 一张照片 也很容易 再要说 看不清 就有点 说不过去了 第四 在线条中 运用 计法 有简单的线条 有复杂的线条 有单版的线条 有生动的线条 线条千变万化 有好有坏 关键 是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 技法 用的 好不好 我从 最简单的线条 开始讲 最简单的线条 有两种 一 是 尖锋线 二 是侧锋线 以前我们讲过 尖锋 预锋直下 这是起笔动作 得到一个圆点 然后行笔 推动笔间 产生 要跃 这个技法 这个技法叫跃风 写完时 还要做收笔动作 把弯曲的笔心 向后扭 这叫逆风 那就可以回到 正风状态 请大家注意 回到正风时 笔尖 应该在 最后一个圆点 这条尖锋线 是圆头 圆尾 如果画出中线 就是完全平的 欠缺 一点姿态 好 我们来看看 撤风线 撤风线 起笔 以撤风下字 得到一个烫斗形的点 如果是撤风 直下字 面 这 也是御风 有些人称为 打 意思 是一样的 以撤风 直下字 面 然后以撤风 运形 可以推 也可以拖 这是行笔 写到最后 也要扭直 笔心 收笔时 把弯曲的笔心 扭直 注意看 撤风线 回到正风时 笔尖 应该在 最后一点的肩部 写撤风线 尖风 是不到尾端的 所以 这条侧风线 是尖头 断尾 如果划出中线 同样 是完全平的 同样 是姿态不够 表现力 差了一点 这里 向大家介绍两个 常用的名词 术语 大家知道 毛笔有一个 锐利的尖风 但尖风 未必在写尖的线条上 表现出来 譬如 尖风垂直下指 得到圆点 圆头的线条 看不见尖风 称为 长风 有时候 写成的线条 特意 要表现尖风 称为 入风 在书法中 我们有时候 会隐藏尖风 有时候 特意 要表现尖风 所以 长风 和路风 是经常用的 线条 太平直 就没有姿态 所以在书法中 我们经常要 变动中线 我们来看看 王羲之这个一字 它跟刚才 那两根线 不同了 我把它的中线 画出来 然后 移动到 右面 可以看到 洗笔 行笔 和收笔 三部分 不是放在 一直线上 而是有两个 关节点 斜斜的向上 笔 一到关节点 就扭动一次 它是 动了两次手腕 在你 动手 临写 之前 你心中 要明白 四个问题 第一 这条线 是用尖风 还是用撤风呢 很明显 尖头断尾 这是一条 撤风线 在写的时候 鼻管 是倾斜的 第二 看走势 走势就是方向 这条 这条中线 画出来 是 六 三 九 第三 手腕 怎么动 是向左 还是向右 它有两个转向的 关节点 也就是手腕 动两次 请大家注意 在书法中 手腕的运动 总是 一左一右 或者 一右一左 不会出现 左了字后 还是左 右了以后 还是右 这条线 中间 是 撤风向右 那头尾 必定是 左 也就是说 写这条线 手腕 是 左右 左 全部 全部 写完以后 还要扭直 底心 那手腕 还要回过来 多 一次 右 这就变成了 左右 左右 你可以 先用手 疏空一次 第四 分析 用笔 洗笔 入风 很仔细地使用尖风 有类力的尖 然后 手腕 转向 用侧风 向上运笔 三号位 最后 转向错笔 我前面讲过 错笔 到尾呢 就要推下 而错了以后 还扭回来 你回到正风 收笔 所以 你看这个收笔 很小一段 但是 包括 一错 一扭 两个动作 我做 一个吃饭 左 右 左 现在笔心有点弯 一收笔心就收支了 好 左 右 错 收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